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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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就是真 主管要修炼自我 不要只用眼看到事 而要用心看到人 用真心来引领同人的真心 主管用心可以一呼百应 用脑就只是强调效率 只是一个过程 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做直升机 我说你上面怎么会有圆桥 他跟我回答一句话 厂长指示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这句话呢 我是非常非常十二万分的感激 感激说 电力公司 但是我的厂长 我的支柱长官 那么的关心我个人的一个安慰 值了 值了 副厂长张家敏先生呢 他就 问了我一句话 你敢不敢再回到现场 当时呢 我就跟我的副厂长张家敏先生 回答一句话 我人既然没有死 那已经是小事一桩了 我当然可以呢 再回到我的工作岗位 也就是 所本分 尽忠之受 大家只想到 未来 我要怎么去把社会 设备维护好 怎么把社会更新 这是我们的职责 也就是台电 台电工程师文化 实际上应该再加上 人文的思想 艺术的品位 最主要是一个认同感 因为今天他对你台电不认同 你台电今天 今天 讲实在你细校讲信 什么都被打折扣了 他很简单 他会考试嘛 他考到别家工程去啊 他不认同你台电 你不认同他台电之下 情形之下 你还希望他跟你打拼 四十年吗 三十年吗 不见得 但是他看到这些历史典故的话 他慢慢会有点向心理 有点改变 因为他这些东西 不是外面随便能够替代的 一个组织不争的时候 就消耗一大堆的力气能量 在维持那个不要穿帮的事情 就像人一样 个人不争 会消耗很多生命的能量 那一群不争的人凑在一起 那就变成一个灾难 大家互相消耗更多能量 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忙那个团团转 结果呢 都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听不听不在乎你 有没有道理 在乎人家要不要跟你在一起 人家相不相信你 人家喜不喜欢你 我们在谈这个成本意识 我没有说讲底成本 我是在讲成本意识 我们也不是在谈人事管理 我们在强化人力之内 所以在所有这些事情的 背后的提示 我觉得接下来有一件事情 更重要就是在这个 经营理念这件事情 如果不能从心盘起的话 那我们的变革 最后还有可能流于形式上 还是我们把人 而且是把人的心这件事情 摆在底下 那这个不是一个嘴巴讲的讲 这个是落在平常很多 设计在制服上 在共同上 在态度上 在管理上 这个都要做 倘若看到的只是事 不是人 就表示您在用脑思考 用心去看到人 用心就会看到单纯的力量 您就会被感动 实惠梦想的起点 将熟悉经典翻出新叶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你若精彩 天自安排 重新改变 为台电注入新活力 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进入新活力 正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